现在的社会有时候的风气真的很差 以前的人都比较守旧 但是有些守旧的观念也没什么不好 现在的男女有时候未免太过开放了 人子没两天就在一起睡了 睡了两天觉得够了就换了 男的无所谓女的也不在意 大家还高尚的说了句成年人了 都是你情我愿的事情 但是作为女孩子 有时候真的该想想 你找的这个男的是不是真正喜欢你 还是就是玩玩的 不然吃亏最多的还是女人 身边有这样一个朋友 他和那个男的是相亲认识的 相处了一段时间以后 家里人都催着订婚 那个男的也答应了说春节回来就订婚 女的也没有反对 可是春节都过完了 男的也没有提订婚的事情 给出了理由就是工作忙 没有假期 过段时间再说 看女的生气了 就说要不然这样不订婚了 等今年过年的时候 回来直接结婚好不好 听了这话 女人是满心欢喜 觉得也不错 毕竟自己也到了该嫁的年纪 女的也有假期 就过去男人的那个城市去陪她 一方面促进两人的感情 另一方也解了自己的相思之苦 好景不长 男人告诉她 说以前的前女友一直在联系她 还有好多他们共同的好朋友 都来帮那个女的劝和 但是她不会和那个女的和好的 我朋友听了这个心情当然不好 两个人吵架在所难免 假期陪她回来以后没几天 男的打电话来提出了分手 说两个女人她都惹不起 两个哪个都不要了 但是电话那头 那个女人的声音却出现了 也许老天就是会让所有的不好事情 一起降临 给你拍的爬不起来 我朋友这个时候查出来怀孕了 打电话给这个男的说这个事情 男的说这个孩子不能要 给他打了医药费 就这样两个人没有任何交集 我陪她去做了人流 她哭着说自己没有以后了 我只能安慰她说会好的 一切都会好的 可是心里明白 她心里的这道伤口 是永远都好不了了 这样的男人说喜欢的时候 什么都给你 说不爱的时候 她就是当你是陌生人 我替她觉得不值 但是这个代价太大了 所以女人一定不能轻易地 去相信一个男人说她喜欢你 我去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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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我买了 他就怀疑了 我去想起来 我在男人说 感谢观看